Hello 大家好 又係新片介紹時間 大家記得 Like 和 Share 我的影片 今次繼續和大家介紹手錶的防水 今次是講錶罐 因為錶罐和防水是物不可分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看 講船入式錶罐 什麼是船入式錶罐呢 其實是一些很流行的潛水錶 潛水的款式 基本上都會配備這些船入式錶罐 就是當你操作完手錶之後 錶罐便可以拎進去 這個裝置亦都會非常有效 令這個手錶防水 很小心要注意的一個情況 就是避免一些水柱 和一些很強力的水喉 兜兜的東西 尤其是錶罐這個部分 其實是很有機會令它飆進水 因為你本身 那個防護其實是 給你一般可能是游水 普通的洗手 或者浸水 但是如果你射下去 其實有機會令到那個機心 入了水 就令到防水功能會失效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還有要注意 千萬不要在水裏面 去操作錶罐 還有使用其他的按鈕 例如計時功能等等 都是非常之危險的 會直接令到水會進入機身裏面 所以這件事都是要大家很注意的情況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可能會忽視了這件事 以為船入式錶罐可以想怎樣就怎樣 其實是非常之危險的 有些人真的入了水都不知道 反而去怪責 可能有一些質素問題 可能是個人的使用不當 而令它飆進水 大家要使用手錶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大家 拜拜